像这种不同类型和不同价位的车 如果我们要是从续航和补能的角度去看的话 有没有一些推荐 我觉得续航补能就是新动员汽车会多一些吗 燃油车我们基本不用考虑续航跟补能的问题 主要是新动员车 但其实我们总说的新动员车 大致我觉得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所谓的我们纯电的新动员 还有一个是混动的新动员 还有一类是这种增程式的新动员 当然还有像比亚迪有超级混动 它可能是对这三个技术的一个排列组合 我倒觉得像如果真的有里程焦虑的问题 那就可以不用考虑纯电的 但是其实你如果用过了 我认识了大部分的朋友也好 这个车主也好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这种环境下 长途出行没有那么多 我们就是咱们国家跟外国比有一个很好的 我们有很好的远途出行的基础设施 高铁真的很方便 我们不是一个车轮上的民族 所以其实长途驾驶 我能想到无非两种场景 一种可能是出于商务需求 如果有司机 其实新动员车 我觉得如果有司机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到了地方去开会 其实司机是可以去充电的 如果是家庭用车 其实长途出行的需求 除了春运 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 如果我们真的是只是自驾出游 我们也不会一口气开八个小时不停 咱们不是专业的司机的话 我们正常开两三个小时就累了 也要保证一个安全驾驶 现在的车的正常的续航 我觉得两三小时的通勤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其实它是纯电车 如果不管是因为什么的特殊需求 有长距离的续航需求 其实曾城市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我觉得可能那种里程的续航焦虑 其实可能是更多是在买之前的一个担忧 真正用起来 我觉得其实以现在新能源车的一个续航的里程 以及说是充电便利性条件来说 甚至像比如像蔚来等等 这些品牌还有第三种不能方式 就是换电 对 比如咱们在常见的一些高速的服务区 包括市区的一些商场周边 都能看到蔚来的换电站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以后的阶段里 我基本上对于一台新能源车的续航 我是不会焦虑的 除非可能像泽香说的春运 五一十一这些特殊的节点上 这种时候那可能确实就是这种 插电混动和赠承式的存在的价值 一下就凸显了 谢谢大家